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下面要介绍的是 管理数学中的 线性方程组中的一个 很重要的单元 叫做逆矩阵 首先我介绍逆矩阵 我的教学的目标是在于 在知识的部分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认识 什么叫做逆矩阵 还有逆矩阵相关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操作跟名词 在技能的部分 我们希望同学能够用 不同的方法找出逆矩阵 在态度的部分 我们要知道说 在逆矩阵的计算的过程之中 常常会出现一些 很复杂的一些过程 比如说像是分数的加减 或者是通分 那么我们不要怕麻烦 我们有了一个很正确的 小心的态度 就能够成功 在这个单元里面的大纲 最主要的目标 就是找出逆矩阵 也就是说 我们先介绍逆矩阵 这个就是所谓的 惩罚的反元素 那么还有就是逆矩阵 的一些求法的过程 以及不同的方法 来求出逆矩阵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方阵 因为在逆矩阵的状况之下 我们要求逆矩阵 这一定要是方阵的状况 也就是说 它这个列跟行要求要一样 那么以这个情况来说的话 AB相乘 我们来看一下相乘 各位同学复习一下 相乘是怎么乘的 乘法的话是这样 列乘上行 所以这边是三 减掉二 所以这边是一 再看右边 列乘上行 一乘上负二 加上二乘上一 所以这边是零 再过来是 底下列乘上行 这边是 一乘上三 加上三乘上负一 刚好是零 再过来 最后一个 列乘上行 那么就是 一乘上负二 加上三乘上一 刚好就是一 我们发现什么 我们发现 它就是我们所谓的 乘法的单位元素 也就是说 AB等于相乘了以后 会变成了一个I 那么我们就称 B是什么 B为A的 乘法反元素 那么其实也可以这样讲 A 也是B的 乘法反元素 这两个是互为 乘法反元素 因为我们怎么样 A乘上B 是I的话 那B乘上A 也是I 那么我们在后面 不再说是 乘法的反元素了 我们将要称它为 逆矩阵 我们记作 B就是A的 这个地方 我们要念的是 inverse 逆矩阵 B等于A的inverse 当然 A也是 B的逆矩阵 因为两个相乘都是I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们往下看 方阵的状况 我们要介绍的是 方阵 这个叫做单位元素 I I2代表的是 两阶乘两阶 三阶乘三阶 所以每一阶 只要方阵的话 它都有单位元素 那么它这个地方 这边的话来说 这边是四阶 四乘四 我们注意到单位元素 是什么意思呢 单位元素的规则 就是 这个斜对角 通通都是I 其余的通通为零 我们就称为 是乘法单位元素 就是IN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 在矩阵的运算之中 在乘法的地方 我们要非常注意的地方 就是 它跟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 在实数的部分来说 首先 第一件事情 矩阵是没有交换率的 它是没有交换率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是两个矩阵 相乘的话 AB 跟BA 不一定是一样的 这个点来说的话 是跟我们的习惯 很多都不一样 像我们在实数的部分 相乘 当然是具有交换率 可以交换 AB跟BA一样 但是在矩阵 就不一样 这点的话 我们要特别小心 我们不能说它是一样的 那么 在第二个情况 在第二个情况 矩阵 有没有消换率呢 什么叫做消换率 消换率就是说 AB等于AC 则B等于C 这个是在 实数上面 是可以成立的 我们ABC 假设是属于R 我们在实数上 如果说 A乘上B 等于A乘上C 只要是A不等于0 我们都可以怎么样做呢 两边 通通一起除以A 于是得到 得到什么结论 B等于C 这个是在实数的部分 是可以的 可是在矩阵的部分 就未必能做得到咯 我们来看看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我们用红色的 这个矩阵 来表示给各位同学看 来我们看左边 左边相乘的 这边相乘 这是几呢 这里是2加1是3 再过来 右边 第一列乘上第一行 这边是5 底下是00 00不用说 乘上什么 加起来都是0 00怎么说 乘下去都是0 所以这个得到这个结论 相乘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再来看 这个 列乘上行 这是得到结果是3 列乘上行 这里的结果是5 这里是00 那么我们乘出来的结果 当然都是0 乘出来的结果 当然都是0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结果是不是两个画的底线的这个矩阵都一模一样 而这个地方 我们看看 这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 可是红色却是不一样 那么我们发现了什么呢 这个两个红的不一样 可是我们相乘会得到一个相同的结果 这是在矩阵中会发现的 但是在数字上面来说 是不会的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它是没有 不可当作可以消去的 没有消去率 那么第三个部分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它们是在数的上面来说 在实数上来说的话 如果说是两个数字 是属于R的话 实数相乘等于0 这我们常常用到 在方程式里面用到的 相乘等于0 不是X等于0 要不然就是Y等于0 一定要一个成立 否则不会是0 那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在矩阵上来说 确实不一定 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个矩阵 来我们看看这个 1100 来 这个乘下去 我们发现 左上角这是多少呢 0 来再看右上角 我们发现 也是0 左下角 0 右下角 也是0 好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两个相乘出来的结果 是一个0矩阵 那么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0 不是0 A跟B都未必是0 却会得到了一个0的矩阵的结果 这一点来说 这跟实数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 AB等于0 如果是矩阵来说 未必得到其中一个 一定是0的结果 这个是需要特别小心 特别注意的 那么我们现在准备要进行的是 教各位同学怎么样去找出逆矩阵 也就是惩罚的反元素 那么我们开始的时候 我们先把它的内容 先介绍给各位同学 首先逆矩阵一定要是什么 方阵 当然是先用N阶来表示 这是N by N 那么我告诉各位同学 逆矩阵的求法 我们用克莱玛的方法 逆矩阵的求法是 上面这个是 ADJ 叫做Ajoint 叫做伴随方阵 这是DET 指的是Determinant 这是什么呢 这是它的行列是值 首先我们看到了 行列是值是放在什么位置 放在分母 所以我们首先 我们第一件事 我要跟各位同学 先确定的是 分母学类不可以是0 如果分母为0呢 表示怎么样呢 不可逆 所谓就是找不到 它的逆矩阵 如果分母不为0 代表什么呢 可逆 这件事情 我们要先讲清楚 首先第一件事 你只要找逆矩阵的话呢 我们最重要的条件 它的行列是值 不可以是0 那么 ADJ 这个 这个 这个是缩写 这个是简写的话呢 ADJ是 A Joint 它指的是 它的伴随方阵 那么在很多的课本上面来说 这是为了方便起见 他们会 有的时候会用的是A star 加了一个小星星 然后那个 这个行列是值 有时候会用这个 行列是值的话呢 就用它的一个绝对值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我们在有些课本上来说的话 是这样写的 逆矩阵 可以把它写成了 伴随方阵 除以它的 行列是值 这是 这就变成了我们的公式 好 我们下一步 当然各位同学看到这个地方 还是一头雾水 因为什么叫做A Joint A star是什么东西呢 那么我们现在来介绍 它的伴随方阵 A Joint的东西的相关的一些资料 在介绍的A Joint之前的话呢 我们先要教各位同学 子行列是 什么叫做子行列是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是一个N by N的一个矩阵 现在什么叫子行列是呢 子行列是的话呢 就叫做我们这个地方 A I J的子行列是 每一个成员 这个地方有N平方 列有N个 行也有几个 N个 好 现在的话呢 我们要说的 它的 每一个字 每一个字 它都有一个 它自己的一个A Joint 它的Minor Minor是子行列是 它的算法是这样算的 怎么做呢 现在我们来以这个I J来说 每一个字 我们就I J作为一个代表 我们的子行列式的算法是怎么算呢 就是把这个圈起来之后 消掉它的左邻右舍 不能说是左邻右舍 应该说它的左边跟上面 这一个地方我们划掉 打一个十字 这边打一个十字 剩下来的值 我们全部把它抄下来 然后变成一个行列式 这就是它这个字 这个成员的子行列式 它这个算出来的结果 是它自己的叫做Minor of A I J 那各位同学 如果是A11呢 它的Minor是在哪里呢 它是这样删的 它是删掉它的下面 删掉它的右边 所以假设这是一个N by N的 一个矩阵的话呢 那么它的子行列式会变成几阶呢 是N-1乘上N-1的那个大小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先要先介绍子行列式 介绍完了子行列式之后 我们要精密的求出 什么叫做余因子 其实主要是要介绍余因子 余因子每一个字啊 都有它的一个余因子 那么我们刚刚不是算出来了 一个子行列式了吗 那个子行列式的值 再加上了一个正负号 填入了方正之后 再把正负号 正负号填下去 正负号是什么 规则是这样子的 这是列 这是行 列加行 加出来的结果 负1的次方 比如说像这个 其实各位同学的话呢 你也可以不要去记这个 我们只要记这样的形式就可以了 第一个一定是正的 再来正负 正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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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负正负 正负正负正 按照正跟负的交错出来 我们刚刚算出来的结果 每一个字这边 刚刚不是有一个子行列式吗 这个值算出来以后 再加上一个正负号 这个就叫做什么 这叫做余因子 这个的话呢 让各位同学知道一下 余因子 这个已经快要做了第二步了 还是他最后一步 这是算他的伴随方正 还蛮有点麻烦 再来就是 伴随方正 的是怎么算的 我们现在要告诉各位同学 做这个伴随方正的话呢 第一步 刚刚那个是子行列式 对不对 子行列式 我们要把这个 做一个系统化的一个介绍 子行列式 第二步是做什么 加上正负号 那个叫做 第三步 最后一步 这个是 这是完成之前的一个最后一招 叫做转制 什么是转制 同学还记得吗 就是他的transpose 原来是列改成行就对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怎么做子行列式 首先的话呢 子行列式 就是我们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它的子行列式值的矩阵是什么 因为它是二阶的 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拿来当例子 这个杀掉以后 把二的下面右边杀掉 剩下几 三 就填下去 这是多少呢 三 那么这个 右边呢 杀掉 左边下面 那就变成 一 左下角呢 杀掉了一 还是下几 四 右下角 杀掉就变成了 二 这是我们的第一步 此行列式 抓出来了 如果说是三阶的 那就比较麻烦 那我们还要再算 二阶的行列式 要算 要算 九个 那这个的话呢 是因为我们直接画掉 就一个字 我们就直接写出来 加上正负 各位同学 正负的规则是什么 这边三 不动 这边要加一个负一 这边要加一个负 这边就是负的 这边是正的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 要转置了 列 换成行 那这边怎么写呢 这边就写三 这边写负一 这边写负四 这边写正二 这样子就达到了我们 这个伴随方正的写法 所以这个地方 adjoint是什么 这个地方我们就得到了 结论了 这就是 ADJ A 这就是我们 所谓的伴随方正 就是 逆矩正的上方 我们只要再除以 行列是值 就可以算出来了 对于二阶的伴随方正 我们有比较快的方法 因为 二阶的话来说 全部只有四个成员 所以我们用一个口诀 就可以简单的写出来 立刻写出来 那么我们的口诀的第一步 叫做主对角线的交换 主对角线交换完了以后 再来就是 负对角线变号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算出 这个A的伴随方正 这个A的伴随方正 这两个的话 这是两步 一个是主一个负 那么我们往下搜索看 现在以这个立体而言 A是99154 好 我们来看看它的adjoint怎么算 第一个主对角线交换 那我们现在先注意的是 什么叫主对角线 主对角线是这里 所以我们的主对角线是 一个是9 一个是4 请你交换一下 这边就变成了4 这边是9 再过来呢 负对角线的变号 负对角线就不要再动了 我们就直接变号就好了 负1这边是负5 这就是adjoint 这个地方我们就立刻 用快速的方法算出来 adjointA这样子就可以 直接算出来 我们再回顾一下 主对角线交换 这是负对角线 这边是负对角线 这边做一个变号就可以了 那这样会比较快 那么adjoint做出来以后 以二阶而言的话 是不是就快要能够算出 它的逆与正了呢 好 我们来看一看立体 现在这个题目的话 是直接就问我们说 这个是A 请问一下A的inverse是多少 那么我们先看一看 二阶的行列是值 这边是会不会算呢 是24得8 8减掉5是3 不是0 它可逆 好 那我们的话就准备开始算了 首先第一步 它的行列是值 我们直接算 24得8 8减掉5是多少呢 3 没有问题了 算出了它的行列是值 再算它的adjoint adjoint就是伴随方证 adjoint我们现在直接使用 叫做主对角线交换 对付对角线变号 所以我们继续写下去 那么我们的A inverse是什么 A inverse就是 直接写了啊 上面的话呢 是这个一个矩阵 除以一个数 或乘一个数 它每个都要乘进去哦 所以这要除以3 这边是三分之四 这是负的三分之一 这边是负的三分之五 这是正的三分之二 这样子我们就算出来了 它的逆矩阵了 是不是二阶的很快又很方便呢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做 矩阵的乘法跟逆矩阵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是这样的关系 如果说这是相乘后的逆矩阵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拆开来 是怎么做 但是拆开要颠倒哦 B的inverse乘上A的inverse 那这边是有一个简单的证明 这证明其实是不难的 来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东西 AB是不是一个矩阵 AB的inverse乘上AB 当然就是identity 这是IDID的意思就是 所谓的乘法的单位元素 那么我们利用的是什么呢 来我们看看 继续写下去 这是后面这个 后面的这个 如果乘上AB会怎么样 我们是两边来做比较 这两个是做比较 如果这两个相乘 我们发现了中间的这个是什么 这是I 这是identity 所以的话呢 AI还是A A乘上A的inverse也是I 得到什么结论 这两个都是I 然后呢 我发现的话呢 我乘上这个是两个一样的 基本上来说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两个一样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法 就是先乘后的inverse 会等于各自的inverse 但是要做一个颠倒过来 那当然这以上所说的全都是方正 现在我要介绍的是 我们比较好用的一个方法 叫做高思销去法 怎么讲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刚才我们的伴随方正的部分 伴随方正 里面我们所提到的是 要把它的话呢 上下消掉之后 再去算它的子行列式的值 我们发现了说 如果三阶的话 我们要算几次呢 要算九次 因为每个 它有九个成员 这样每个的话呢 都要再算一次 两阶的话 是很麻烦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还要再算它的行列式值 一个三阶的行列式 这样子直接的算法的话呢 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耗时间 而且又容易计算错 那么于是我们要介绍一个比较 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方法 叫做高思销去法 那么我们来看看一个例题 那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我们用二阶的来解释 会比三阶的来说容易接受 因为三阶的拿来当立题 各位同学的话呢 可能应该说 拿三阶的当做练习的题目 同学的话呢 要自己有耐心的慢慢做 做出来的话呢 就会有成就感 那么我们在这边介绍 当然都是以二阶的 能够立即让各位同学 看出它里面的内容的为主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我是刻意的制造出来的结果 三一 二负五 这个乘出来的结果是 相乘是什么的 这是一 下面呢 这边 这边是零 右上角 三一 负一三 是不是零 右下角 五二 负一三 这边是负五 加上六 是一 各位同学这是什么 这是I 所以我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它的逆矩阵 那么我要教各位同学怎么做呢 我们高斯消去法 是这样做的 这个的话呢 这个值 假设同学不知道 或者是它是三阶的 或者四阶的 或者五阶的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使用别的方法去算出这个A的它的逆矩阵呢 那么我要告诉各位同学可以的 要采用的是先用扩充矩阵 怎么做呢 各位同学请看下一步 首先我们先扩充 把这个 这一个 照抄写在下面 左边 我们把它左右两边空出来 那先将右边的这个写上一个单位矩阵 一 零 零 一 一 零 零 一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什么 这是I 这是A 我们要 现在要使用的是一个叫做高斯消去法 它的做法的话呢 跟基本列运算是一样的 它就是基本列运算 我们希望怎么做 我们先要告诉各位同学 如果我们把左边经过了基本列运算之后 变成了I的话 就是左边要变成一零 零一的话 右边 答案变成什么 就是它的逆矩阵 来 我们首先第一步 我们希望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希望这是一 零 零 一 所以首先左上角 那个三 我们不喜欢 全部都乘上多少呢 三分之一 我们乘上三分之一之后 然后就会变成了 三分之一 一 三分之一 零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上面那个是 一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零 底下不动 好 再来呢 再来我希望是什么 我希望这个变零 一定要先让它变零 那么我们当然乘上多少呢 乘上一个负五 加下来 乘上一个负五 加到第二列这边来 这样子乘过来以后 我们看看啊 我们乘上一个负五 加过来 这边就会变零 我们自己它呢 小心计算一下 这是零 这是乘上一个负五 来我们它呢 写出来好了 这个的话呢 一乘上一个负五 加过来这边会变零 这个三分之一的话呢 乘上一个负五是多少呢 三分之一乘上负五 就是三分之负五 然后再加到第二列上来的话呢 是加二 那这边的话是三分之二 就是三分之六 所以这边会变成了三分之一 变了三分之一之后 我们再看这个 这个乘上一个负五 加到底下来 那这边就会变成了负三分之五 再来呢 这个乘上一个负五加过来 这不会动 因为这是本身 零乘上任何一个数字都是零 零加到哪里去 还是零 我们来完成了一半了 再来一步呢 我希望这里是多少 这边是变成的是一 这是我的目标 那么我们这边是三分之一 怎么办 这一列通通乘上几呢 三 我乘上三 这样的话会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得到的是 零 一 负五 三 零 一 负五 三 我们几乎已经快要完成了 现在下一步是什么 我希望这个是变零 对不对 这个希望它变零 那我们要乘上多少呢 乘上 负三分之一 乘上一个负三分之一加过去 我的目标是要把这个杀到变成零 杀了变成零 那这边的话呢 乘上一个负五 呃 负五乘上负三分之一 那就是三分之五 再加上 加上去 这是三分之一 所以这是三分之六 所以等于二 所以这边就会变成了二 这个乘上负三分之一 再加过去 会变成了负一 那各位同学看一下 来我们仔细看哦 题目原题在这里 这是I 这是A 经过了好长好长的列运算 基本列运算 让它变成什么 左边变成了I 那右边就变成什么呢 A的inverse 来我们注意一下 这是是不是A的inverse 看一下哦 刚才我们才在这边做过了 对不对 来比比比一比 没有错 我们以二阶的这个例子 来介绍了高斯销去法的做法 那么各位同学 能不能够把它举一反三 我们把这个A改成了三阶 来做做看呢 高斯销去法原则上 它会比我们刚刚用的那个方法 要来的好用 那个用克莱玛的方法 实在是太麻烦了 那个的又用用好多好多的行列式来计算 那个来说的话呢 是非常的费工 而这个来说相对来说 稍微好一些 那么其实 逆举症都不好算 那这一部分来说的话呢 我们可以试一试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二阶的例子 这样子同学来可以对照 如果说我们的举例 非常的长 我们算到最后 就算是答案算错了 同学也不知道 所以的话呢 原则上我们在这边的例子来说 都以二阶为主 但是三阶四阶都可以做 主要就是 如果我们这个左边这边 无论如何都做不到 变成了I的话 那么我有可能是 它是不可逆的 那么我们现在回到了什么呢 我们要回到的是 我们最主要的目标 线性方程组 为什么要回到这个目标呢 因为我们的焦点就在于 线性方程组 我们学习逆举症的方法 其实也有一部分 就是线性方程组的求法 来我们来看看这题目 怎么说呢 请看左边这边 这边的一个线性方程组 我们当然也是用二阶的来做 比较能够让同学看得出答案来 我们把这个题目 是不是可以把它转成了一个 AX等于B的格式 什么是AX等于B呢 都是一个矩阵的格式 A指的是什么 是这个 因为矩阵的乘法 是采用的是 这个乘上这个 列乘上行 是不是X减掉2Y 各位同学看一下 X减2Y 所以的话我们矩阵 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 跟这个线性方程组 是有关的 右边的这个是什么呢 假设叫做B好了 好 你看看 AX等于B 如果两边都同成一个 A的inverse 假设它是可逆的 事实上 如果它是不可逆的话 那我们这边就 没办法解了 这个部分的话来说 我们两边同成一个 A的inverse 于是我们得到了什么结论 各位同学 你可以得到什么结论呢 这里的X就是指的是这个 大的X就是XY 它的解 就可以变成了 A的inverse乘上B 也就是说 如果说这是A 这个A的话呢 我们把它的A的inverse 找出来了以后 我们再乘上了 右边的这个B 这就是答案了 这是一种 另类的做法 我们学习这个方法 未必一定要用 这个方法来解 因为这个方法 基本上 它未必会比 我们原来所知道的方法 要来得快 那个原来的方法 我们就称为 加减消去法 那其实正式的做法 就是我们用 利用基本列运算 把它做成了一个 一个列T型的矩阵 这样子算 那样算起来 我们认为是最快的方法 好 那现在我们来试一试 利用逆矩阵的方法 来解方程式 来我们来看一看 以这题来说 A是多少 A是这个 好 那么A的inverse A的inverse 我们就算一下啦 A的inverse 上面是adjoint 下面是它的行列式 行列式值 大家知道是多少呢 三减掉 负四 所以是七 然后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是adjoint adjoint是什么呢 是主对角线的交换 负对角线变号 这个我们前面复习的 然后这个地方 就会变成多少呢 这个的话是这样子 变成了三一 负二 负二 这个算出来以后 然后我们在AX等于B 要X就是多少 X就是它这个值 乘上最后面的那个负一二 所以这个来乘上一个负一二 来我们乘一下是多少呢 乘出来是 三负二 三负二的话呢 这边是多少 负三加上二十四 所以这是二十一 这是二加上十二 所以是十四 所以这边的话呢 其实是等于多少呢 是等于三 二 我们算出来的结果 是这样的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所教的这一部分 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在课后来说的话 是需要提醒各位同学 里面的内容 首先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刚刚谈到的 都是矩阵的乘法的部分 中间的乘法 跟一般的实数的乘法 中间有好多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我们复习一下 第一个 它没有什么 没有交换率 第二个 矩阵乘法 它是不可以消去的 而且两个相乘的话呢 是零 一定是零 这个是不成立的 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 那么我们在连立方程式的地方 连立方程组的地方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做的 写成了扩充矩阵 用列梯形 这个是列梯形的矩阵求解 这是我们认为一般来说 是比较理想的 这是使用电脑的程式来解法 都是采用的是列梯形矩阵 是比较快的 那么克莱玛当然也可以 但是的话呢 在高阶的行列式 高阶的这个 就是变数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克莱玛就会变成 相对来说 变得非常的繁杂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也是要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知道是克莱玛公式是什么 最后一个是逆矩阵 逆矩阵 我们的话 刚才我们使用了逆矩阵 求了一个题目 那么那个逆矩阵的话呢 基本上也很困难 他大概要算逆矩阵的话 如果不是两阶的 三阶四阶五阶以上的话呢 那个逆矩阵的话呢 A的inverse的求法都会非常非常的复杂 所以我们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我们以欣赏为主了 逆矩阵的话呢 当然也可以 行列式当然也OK 那列梯形矩阵 或者是所谓的高思消去法 这是我们一般来说 是一定要学会的 是一定要学会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